快一點啦 昨天最後的11.5公里 有濕滑的下骨 在這邊呢 一度啊 他就說 才過這個彎他的一度失控 這個 他必須把腳踏離開這個 然後保持平衡 那麼之後呢他決定呢 選擇不要冒險 一直呢在後面的整個速度就沒辦法提高 現在可以看到這個畫面 這個髮夾彎 那就是最關鍵的彎道 過來 笨蛋 最後一口要不要吃 蛤 最後一口 小朋友 下來 快一點 你要被你媽揍囉 這邊 一個城鎮 好啦 結束 我喜歡大家看 谢谢大家